講一下,有人想問,981是否轉世,Pauline 他說有沒有機會升穿50天線,他暫時未有貨 他說如果你想短炒,有沒有想法 我覺得如果你說981,其實近期的勢是好一點的 一來都逆著,還是繼續升 二來其實昨晚有些外圍的身邊股都不差 所以對方中心都會有些幫助 你說論基本上,其實我一向對他看得好 因為你真的從過去的業績 或者他自己對季度的展望 所有數字交出來都是一個不錯的表現 甚至乎你論股值,其實他現在是多嚴重地 牽離過去五年的平均值 就是是便宜得很厲害 所以如果你論基本面,就是價值的角度來算 是絕對適合考慮部署的 但我想唯一,為什麼令股價一直以來都真的上不去 或者總是壓著壓著呢 因為始終都說過,其實他是 如果這麼多隻香港上的身邊股來算 他比較多一些中美的陰謀 所以這個我想就會有點限制著他股價的情況 但是我覺得去到這些位置 其實如果給我自己選擇,我就值得考慮的 但是一樣,如果你說這些位,比如說 可能再低一點,可能17個嵐,17個嵐,去入場的 那定番,譬如之前的低位,15個嵐,鬆一點點做指洩 那我想如果你肯定這些位置做指洩 其實落到這些位置,我覺得再穿下去的空間真的不是太多 反觀就上面,當然未必說這樣說 因為一下子很快就會急升 但是剛才提到小型的股價這麼便宜 我覺得如果你肯坐下,真的慢慢試上25個國外 其實那個機會是比較大 戀壇